关注大陆现在防疫松绑的最新状况 不过武汉大选罕见出现 学生因为不满 校园不断有新确诊 群集示威 诉求应该让他们提早返乡 在深圳和上海 免查核酸的范围 扩大到社区办公场所 中国官媒持续要淡化 大家对病毒的恐惧 以加强对于突然松绑的合理性 他们请专家强调 偶偶变异病 导致了肺癌重症和微重症的比率 比流感要低 另外就是不断的提升疫苗接种率 中国在近两天批准了四家 公司研发的新冠疫苗 包括鼻喷式的疫苗赶快上阵 春日散 学生们聚集高喊 这场景在白举运动后格外敏感 武汉大学生不满校园 不断有新确诊 诉求提前返乡 但校方却没回应 记者从武汉地铁运营公司了解到 今天起广大乘客凭健康码绿码乘车 不再查验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除了校园用闭环管理方式恢复了实体课外 武汉当地大多数防疫限制都松绑了 学生示威行动凸显校方和社会面 做法不同产生的矛盾 根据统计大陆至少有48个城市不再查验核酸 就是进出车站的话是更加方便了 就是不用特别注意 然后核酸的有效性 原来快了很多 只要看一个码就可以解决了 新的报告没出来 旧的已经超期 那个的话人家就要翻过来检查一遍 少了频繁做检测的环节 感觉方便许多 深准更加码 免查验核酸扩大到社区办公场所 但网咖酒吧等六类人群聚集 过于密闭的公共场所 还是要48小时核酸阴性证明 另外在上海则是医疗机构 中小学等特殊场所外 其余地方都不再查验核酸 一开始是比较开心的啦 然后后面就比较 还是稍微有点担心的 因为大家大家都放开了 所以自己还是要注意一下 那我自己也在家里备了一些 就是退烧药 然后还有一些 就是治疗喉咙的一些 舒服的药类 大幅度解禁 但在首度北京 却相对严谨些 要进到北京的麦当劳 还是得扫健康码 查验核酸时效 而且只开放外带 不少餐厅仍是大门紧闭 不做生意 大街上送餐的快递员 表示公司要求他们 还是每天要做检测 市区内的大型方舱 还是住着不少因为确诊 和密切接触的隔离者 CNN驻北京记者作访当地防疫现况 认为尽管大陆各地 有调整防疫 但要彻底解除心灵政策 还有一段长路要走 不过根据路透社报道 有消息指出 大陆中央最快7号 会再宣布10项放宽防疫的新措施 以补充先前20项优化防疫调整 2009年全球 包括咱中国流感流行 那个时候 这个流感 出现流感肺炎的比例也是非常高 现在的奥米克罗和我们的流感比 它导致肺炎 或者是说甚至说重症 或者微重症的比例 应该说比流感还低 大陆央视持续配合中央 要淡化民众对疫情恐惧心理 请出专家表示 Omicron导致肺炎重症 微重症率比流感低 另一方面 急于提升疫苗接种率的大陆 光在4号5号两天时间内 获速批准4家公司 自主研发的新冠疫苗 其中包含厦门大学 香港大学合作研发的 比喷新冠疫苗 在呼吸道形成预防新冠病毒的屏障 阻止病毒进入鼻腔或咽喉黏膜 填补肌肉注射疫苗 未能够刺激鼻腔和咽喉黏膜 产生的免疫反应缺点 鼻喷新冠疫苗 称能优先为长者高危人士接种 未来目标半年内生产2亿剂 大陆目前上市批准紧急使用的 新冠疫苗共计13款 但接种率是否会因此提高 加速终结大陆清零政策 还有待观察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